喔喔喔 有有有有有降溫中 喝下去第一口酒真的是冰的 我們酒沒有先冰在冰箱就是室溫 然後倒進去靠剛才的那個30秒的冰鎮時間 威士忌就是冰的了 今天影片的最後一樣有抽獎時間 請大家開啟CC字幕並且看到最後喔 安安 嘖嘖開箱 今天要來開箱 你各位專業酒鬼不可或缺的喝酒涼拌 雪風杯 雪風杯是冰鎮型酒威士忌杯 透過它這個特殊的設計呢 它可以讓你在喝威士忌或是其他酒類飲品的時候 維持住飲品冰涼的溫度的同時 不會受冰塊稀釋的影響 那我們先來看看它的外觀以及設計的細節 然後等一下再狂飲 它的杯身是採用手工吹製的玻璃 可以看到它中間有一個仿佛山峰一樣的凸起 也就是它叫做雪風杯的由來 那它中間這個特殊的設計呢 幫助你在喝酒的時候讓酒變得更好喝的小巧思喔 剛剛看起來有點白白霧霧的 是因為我們已經有冰鎮過了 所以它現在接觸空氣就有一點水氣在上面 山峰的設計呢 第一個小巧思就是當你倒酒在上面的時候 或是當你在喝酒的時候 你的液體你的酒啊 因為這個不規則的形狀 它接觸空氣的面積變多了之後呢 就可以幫助醒酒 所以你在喝的時候味道就會更香 第二個小巧思呢 就是它配合這個寶冰盤使用 你把它這樣放在上面的時候 因為這個山峰的形狀 然後配合底下寶冰盤 可以快速冰鎮你的酒 你的威士忌 你的酒類飲品 而且它這個形狀也會讓它的那個冰鎮的面積更均勻 所以你就可以獲得一杯 沒有被冰塊稀釋的冰鎮威士忌 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底下這個寶冰盤 寶冰盤採用的是不鏽鋼 搭配這個黑色的矽膠圈去做成的 這個矽膠就是當你放在桌上的時候 它可以自滑 酒不會晃來晃去的 在這個不鏽鋼裡面 他們有灌了特殊的寶冷劑進去 所以就可以達到寶冰的功能 那最常可以寶冰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夠你喝一杯威士忌了吧 然後還有一個很酷的 我覺得也是設想周到的小細節 就是平常當你想要冰正杯子的時候 你不是把杯子這樣放在冰箱裡嗎 這時候如果冰箱裡 冰很多其他東西的話 就容易有異味 可是這個時候 如果你把這個寶冰盤倒過來放 而且旁邊因為這個矽膠圈的設計 它會完全密封 就可以讓你的杯子裡面 不會有異味入侵喔 最後當然就是它這個雪風 山風的漂亮設計啦 我相信各位專業酒鬼 認真在品酒的人 喝酒的時候 視覺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讓大家去酒吧喝酒的時候 那個調酒好不好看 外觀也是喝酒的過程的一部分 漂亮的這個山風設計跟玻璃杯的設計 比起一般不鏽鋼的薄冷杯 比起來可以一邊欣賞這個酒的顏色啊樣子 或是整體這個調酒的外觀 可以有一個超級儀式感的喝酒的享受 我們先來測試一杯 就是喝威士忌 然後來測它的溫度給大家看 剛才講了這個山風倒酒的時候 可以增加空氣接觸的面積幫助醒酒 先來測試這個威士忌的溫度給大家看 有有有有有有降溫中 降到20度以下了還在降 好的我們現在溫度降到17度 其實還在下降大概17度 我們一開始的是大概室溫27度多 然後大概只花了半分鐘左右的時間 它就降超過10度以上 建議就是威士忌最佳的品嘗溫度也是大概16到18度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可以喝了 對完美口感的時候 乾杯各位 不要乾杯 好的來跟大家小酌一杯 那我們喝之前也可以利用它這個山風的設計 增加它酒類和空氣接觸的面積 然後來醒酒 有夠濃 喝下去第一口酒真的是冰的 我們酒沒有先冰在冰箱 就是室溫 然後倒進去靠剛才的那個30秒的冰鎮時間 威士忌就是冰的了 然後我平常不要再喝威士忌 你好辣 好辣 好辣 我平常去酒吧 都是直接跟酒吧撐著說 請問你們店裡面最廢的妹酒 是什麼 好辣喔 我現在從這裡到這裡都是辣的 但是很香 整個酒杯都聞得到那個 威士忌的香味 冰鎮實測 成功 下一個Part 我們要來用雪峰杯 喝喝看GIN跟雪碧的調酒 我人生一直在解鎖心的初體驗 適量是多少呢 我就口開多一點 可能好像會其他 好 這家滿 然後 米茶香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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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漂亮 好看 在家裡用這個杯子喝酒 然後自己這樣調 加點米茶香 跟另外一半 還是男女朋友 朋友 就是小卓真的很有feu 真的 好讚喔 就覺得自己好會生活喔 真的 真是精緻寶貝 精緻小寶貝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 我們來喝喝看 這個好喝 這個我可以 我自己喝掉了 有冰嗎 這個是冰的 還要剛從冰箱拿出來 爽 讚 下一杯 為了你各位 喝不同酒類的人 我們現在下一杯要 來試啤酒 來 我們讓他冰鎮一下 黑啤酒 這個啤酒是帶酸味的 啤酒就是要這樣冰冰涼涼的 就是爽 欸他倒這麼多油會冰嗎 嗯 也是冰喔 是冰的 是冰的 得到一杯冰冰涼涼 然後沒有被冰塊稀釋過的 好喝酸啤酒 因為我已經開始覺得臉很熱了 究竟等一下這個影片會不會順利完結 我覺得臉很熱了 然後已經發紅的樣子 我們要結束 喝酒 我們要來喝拿鐵了 在一發不可收拾之前 我們要來為大家示範 雪峰杯 還可以喝就是五酒精飲料 喝拿鐵的時候 如果裡面有放很多冰塊 然後那個冰塊 稀釋掉的時候 咖啡就會走位 是不是很討厭呢 這個時候你也可以拿雪峰杯來喝拿鐵 喔 我們來挑一杯拿鐵給自己喝 然後再加咖啡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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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冰喔 很好喝 冰冰涼涼涼的 然後牛奶跟咖啡都很香 然後沒有稀釋掉的冰塊的那種臭水味 好喝 好我不知道螢幕前的觀眾有沒有跟我一起喝醉了嗎 我吃差不多了 我真的覺得好熱 因為我有點快樂 然後又有點想睡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實測 有很多款酒類跟飲料 的這個雪峰杯的實質 雖然它頁面上主打是威士忌杯 如果想喝冰鎮醇飲的話 有這個杯子就會非常方便 但是呢 就是你其實想喝任何的飲料 然後不想要受冰塊稀釋的影響 或是你想要很有儀式感 就是有好看的畫面 或是就是在家裡跟家人另外一半 那你享受一個有高質感 就是有品質的精緻時光的話 都推薦你到底下的集資頁面 去看看這個雪峰杯的細節喔 感謝大家陪我喝到最後 我們今天也要抽獎時間 我們要抽出一杯這個雪峰杯 抽獎的辦法跟平常一樣 先訂閱我們嘖嘖開箱 然後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最愛的酒是哪一個 分享給我 知道 然後記得一定要Hashtag 嘖嘖開箱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那個冰鳳杯 我只叫雪峰杯 臉真的超紅耶 我現在越來越熱了 可以開冷氣嗎 開了